帶上廚師帽 歌手們準備拿手好菜 這是臺灣原創 流行音樂大獎舉辦的針見 發表會 王洪恩 黃三亮 黃蓮玉 三位資深音樂人 扮演音樂廚師 分別用臺灣傳統料理 來比喻音樂創作的歷程 我們希望用料理的一個這樣的想法 然後特別像我桌上這個山豬肉 那以我們原住民來說 我們強調的就是盡原汁原味 那我希望代表的就是原住民 這個把我們原住民音樂的單純 那種鮮美 讓大家吃了會想感動 想到家鄉的味道料理出來 王洪恩以山豬肉料理 比喻原住民音樂 就像這盤山豬肉一樣 看似簡單 但原住民族語言文化 卻有深遠吸引力 黃三亮則是拿出 堪稱臺灣小吃代表的滷肉飯 黃蓮玉端出客家菜代表客家小草 共同號召樂愛創作的音樂人 踴躍報名參加 怎麼樣做出一個原汁原味 還有培麗計畫導師專責指導打造個人MV 這次擔任原住民導師的歌手王洪恩 也鼓勵參賽選手 將臺灣多元文化及純樸原味表現出來 讓更多人聽見原住民族歌曲創作能量 記者雜落島秀台北市採訪報導 就是談 starters 任務參殺